主料,白菜500克,猪肉100克,辅料,油,盐,胡萝卜,香菜,粉丝,姜,蒜,味其鲜酱油,香油,干辣椒两个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白菜心结丝切成细丝,香菜去也取菜个,胡萝卜切丝,猪肉切细丝,放料酒,生抽,葱末,将墨烟, 20分钟,然后,烧锅中放植物油烧热把肉丝煸炒,粉条进温水浸泡20分钟后,再用派水煮好,捞出后,凉透,大蒜先切片,后切成细末,干椒新鲜尖椒更好,用剪刀剪成细丝,把上面的各种材料放入一较大的盆中,加入少许白糖,味精,味其鲜,香油,搅拌均匀, 最后盛入盘中,这个色香味美的菜就完成了,烹饪技巧 有些人不喜欢用蒜末,用蒜泥的感觉也很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我们下人资讯,请订阅我们下人温柔和红色, 我们下人的顾问, 97.000人!